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离合器位置传感器电路间歇性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适用于许多OBDR车辆,1996年以后。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稻奇、福特、Smart、路虎、雪佛兰、克莱斯勒、吉普、梅塞德斯、丰田等车辆。 尽管通用,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 点。OBDR故障代码P0809和相关代码P0805、P0806、P0807、P0808和P080A与离合器位置传感器电路相关联。 该电路由基于特定车辆的功率控制模块PCM或变速箱控制模块TCM监控。 离合器位置传感器电路的目的是监视手动变速器上离合器的状态。 通过读取指示离合器和时接合的离合器位置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来完成此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合器位置传感器通常是一个基本的开、关开关。 该开关安装在支撑架上离合器踏板附近。 恒定电压通常存在于开关的一侧,通过接合离合器将电压传递到启动机或启动机罗线管,从而闭合触点。 该基本电路和开关可防止在接合离合器之前启动发动机。 当PCM或TCM在离合器位置传感器电路中检测到间歇性电压或电阻问题时,将设置代码P0809,并且检查发动机灯或变速箱警告灯将点亮。 离合器位置传感器,此DTC的严重程度如何? 此P0809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离合器位置传感器故障接线固定。 故障或损坏控制模块接地线松动或故障接头锈时,损坏或松动保险丝或可熔断链接不良。 如果试用PCM或TCM不良P0809的一些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 问号,对于任何故障,故障排除过程的第一步是按年份,型号和动力装置研究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在某些情况下,从正确的方向指示您,从长远来看可以节省大量时间。 第二步是找到离合器位置传感器开关并寻找明显的物理损坏。 进行彻底的目视检查,以检查相关的接线是否有明显的缺陷,例如刮擦、摩擦、裸线或烧伤斑点。 接下来是检查连接器和连接的安全性,腐蚀和引脚是否损坏。 此过程必须包括所有接线连接器,以及与离合器位置传感器开关、PCM、启动器和启动器螺线管的连接。 请查阅车辆的特定技术数据,以查看电路中是否装有保险丝或可熔断线。 高级步骤 高级步骤非常针对车辆,需要适当的高级设备才能准确执行。 这些步骤需要数字万用表和车辆的特定技术参考。 具体的技术数据将包括故障排除图表和适当的顺序,以帮助您进行准确的诊断。 电压检查分离离合器时,传感器的一侧应有适当的12伏电压。 离合器结合后,传感器的两侧都应带电。 启动器螺线管或启动器也应根据配置具有电源。 如果此过程确定没有电源或接地,则可能需要进行连续性测试以检查部线、连接器和其他组件的完整性。 连续性测试应始终在断开电路电源的情况下进行,并且接线和连接的正常读数应为0欧亩的电阻。 电阻或不连续性表示接线错误,表明接线断开或短路,必须修理或更换。 从PCM或TCM空间到框架的连续性测试将确定接地带和接地线的可使用性水平。 电阻的存在表明连接松动或可能腐蚀。 此代码有哪些常见的修复方法? 清除连接器上的腐蚀物修理或更换有故障的导线更换熔断的保险丝或可熔断的链路。 如果适用修理或更换有故障的接地带闪烁或更换PCM或TCM常见错误。 离合器定位时更换启动器、启动器电磁阀或控制模块传感器或布线损坏导致此问题。 希望本文中的信息可以帮助您指出正确的方向,以纠正离合器位置传感器电路故障代码的问题。 本文仅供参考,您的车辆的具体技术数据和服务公告应始终优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